记者李梅京协线台中报道改善空污 台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 除持续管制台中火力发电厂 也同步锁定阵龙纸厂 丰辛钢铁、中龙钢铁、又施工业区 台中工业区等重大污染源加强改善 今年至目前为止已陆续查获36件空污案 此外 也持续督促工厂泰焕燃油锅炉及加热炉为燃气或燃电 建置室内原料堆制厂等空污防制设备 希望借由全面性的工厂管制 让全市空气品质持续改善 为了稽查工厂非法排放废弃 环保局104年起陆续购置红外线显像 以等高科技仪器目前全市共猎管2977家固定污染源 环保局除定期更新掌握猎管事业外 对于符合环保署公告印领有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证的工厂 也依规要求执行定期检测 定期记录防制设备运作状况等相关自主检查机制 确保工厂妥善防范污染排放 今年至目前为止 环保局针对风芯钢铁、镇龙纸厂、中龙钢铁、 又施工业区及台中工业区等重大污染源工厂 共查获36件空污违规案 才罚490万元 后续并持续要求推动多项空污防制措施 后里区镇龙纸厂部分 以督促投入近6亿元经费 针对废水系统、气垫锅炉等主要意味来源的空污防制设备 进行全面性改善 也使得目前陈情次数以大幅下降 龙景区中龙钢铁部分 以促使投资约90亿元新建三座室内原料堆质厂 第一座野精煤储存厂 预定于明年底完工 其余二座预计于109年底完成 渴望减轻对空瓶的影响 后里区封新钢铁方面 以使该公司陆续投资24.66亿 将钢金工厂从燃油加热炉改为以电力为主 燃气为辅 形钢工厂 条线工厂的加热炉 则由重油燃料改为天然气 提升能源效率 目前形钢工厂及条线工厂天然气设备已运转 而钢金工厂改造工程预计于107年完工 至于台中工业区以及又施工业区内的台湾烟酒 大人参制药 正能止气 金融化学 又方企业等事业 以辅导规划将燃油锅炉改为天然气 环保局直出 市府除了督促中部最大固定污染源台中火力发电厂改善空污 针对位于台中市上风处的风心钢铁厂等主要污染源也加强激查 督导建制空污防治设备